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一直在研究 说到底怎么样能够达到左派 因为左派实在是太可恨了 实在是太可恶了 对不对 不光把这个经济给高垮了 而且还要高垮我们的下一代 这些事实在是没有办法忍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搭倒左派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搭倒 这个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就是左派能够获得今天的成功 其实是有它一定的道理 是 就是他们说的东西那么夸张 为什么会有人买账 你说现在的人难道是发展智商越来越低吗 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说 这个左派的这个制胜发暴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到底照人家差在哪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讨论 还有值得反省的问题 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经历多了之后可能就觉得蛮好笑 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新闻保守派的群组里面其实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是 不只是这个样子 就像说之前你有发过一个东西在一个枪的专门讨论枪的群组里面 但是他们大概只对枪感兴趣 他们对宪法第二修正案之类的也都不太感兴趣 然后我把我们的东西发进去了之后 他们就会在里面质疑就是为什么要发这种东西 我们不爱看我们很不喜欢这些之类的 然后还有像说什么讲教育的群组里面 我也听过就是我把我们东西放到里面说什么 我现在性教育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是不准我们发这些东西 说讨论性教育这东西太恶心了 这个地方是家庭的这个东西 然后是生活的 然后是在家教育的这个东西 然后不要这种东西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那还有像说基督教的群组 你有没有发过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新闻发进去了之后 然后基督教的群组 比如说我们只讨论圣经 我们只讨论这个 我们不要讨论实施主 我们就是政教分离 就是政治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有好朋友把我们的节目拿给 就有些牧师看 也是洛杉矶地区的牧师 牧师看完了之后挠挠头说 这俩年轻人挺好的 但是讲的东西我不同意 他就说基督徒不应该碰这一块 他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最新的就是有一个讲政治的群组 那讲政治的群组 我们发我们的新闻在里面的话 应该是很OK了吧 结果我发进去了之后 他们说我们只讨论现在其中选举的候选人 我们不讨论现在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特别是你在讲宗教这一块 我们绝对不要碰 我们就是讲说我们的候选人有多好 左派的候选人有多坏之类的东西 对 如果要是这么来看的话 其实每一个建这种群 你是需要维护的 对吧 如果说这一个群组 它有一定的规定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总是要maintain这个群 但是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 就是不许百姓点灯 只许周冠放火 因为这些群组内的核心人物 他们很多时候可以随便发 跟他所谓的主题完全没有关的东西 就像有个群组说 我们不要讲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这些东西都不要讲 我们就不提这个事 但是你就会发现特别奇怪 这个群组里面 只要是夸普丁的 就可以随便发 普丁是神的仆人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哪个先知就说 普丁怎样怎样怎样 只要是那个东西 那个群组就会大力支持 然后只要讲说 泽连斯基的这个东西 一讲出来 就说我们这个东西不能讨论 不要讨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各方面的 对 所以你这样一听 你就会觉得特别奇怪 说那你要不要讨论的话 你就全部都不要讨论 对吧 但是问题是 你可以只讨论俄罗斯 你不要讨论乌克兰的问题 还有很多时候 一讨论这个 大家就会吵架 你看那个乌克兰 这百姓死了这么多人 那怎么啦 为了正义死就死败 就是各种各样的论调都会有了 所以这是蛮奇怪的一件事 还有那种就是 明明就是一个讨论政治的群组 然后突然来一个什么 你吃了什么姜黄 就不会得新冠肺炎 然后那种 这种东西是完全没关系 但是只要是 那个群组里面的贵族人物 发出来的就是都OK 那某层面上来讲 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代表说 保守派的群体里面 是有很多不同声音的 跟左派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像说 左派里面 你是不能讨论任何东西的 像说堕胎 就是一定可以堕胎 百分之一百堕胎 然后出生了之后 孩子可以杀死婴儿 为什么这代表自由 这代表你的女人的权利 然后右派的话 你是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群组 然后每个群组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说某层面上来讲 算是那个群体里面的一言堂 但是整体的保守派来讲 不是个一言堂 表示我说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思想 还有自己思考能力 还有自己分断是非的能力 就大家可以自由发表 在一个大的方向基础之上 会有很多不同的认知 所以某个方面来讲 也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同时 也就表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保守派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 来攻击自己人 这是我们最常遇到的事情 就是你最常听到就是 那个人是个假基督徒 那个人是个假教师 假牧师 假宗教 然后假保守派 之类的 保守派花非常多的力气 来去攻击自己人 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 就是第一个保守派 跟左派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左派 他们基本上不会自己攻击自己 他们不管怎么样 他们好像都还是挺团结的 对 但是右派的话就不会 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然后大家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然后就开始唇枪舌剑的 会开始骂来骂去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左派是一致对外 他们会攻击的只有右派 也没有 他们只要左派里面 其中一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就会全部一起攻击 例如像说 现在Elon Musk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其实不算是个右派的一个人 他其实算是个 算中间偏左的一个人 但是他只要一说什么 我觉得右派也应该有言论自由 其实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然后他们就全部一起来攻击Elon Musk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运作模式 就是你只要超过我这个范围的 只要是不是我们这个东西 想法没有跟我们完全一模一样的话 你就是要被攻击的敌人 这是左派运行的模式 某层面上来讲很厉害的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完全用恐惧来控制 整个他们的这个议程 那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节目 其实是为了要符合圣经 然后符合事实的 各位可以看我们节目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会把影片 还有圣经的经节 还有各方面全部都放在里面 来解释现在发生的事情 还有说我们要怎么用圣经的角度 来去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却常常遭到保守派的人的攻击 他们拒绝转发我们的节目 就是两个年轻人干嘛出来讲这些东西 那他们其实反对或者是不喜欢 我们这个节目的原因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 还有我们的思考逻辑的这种方式 那还有第二点 就是其实在保守派里面的价值观 还有思考逻辑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统一的 也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他是很爱国 没有错 可是为什么 他不知道 对 他可能只是觉得说左派很坏 左派很蠢 或者是他会觉得说 我不想把美国变成中国那个样子 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让他跳进这个里面来 然后声称自己是保守派 那这样的人很热心 也很好 但是他从来不知道 就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这种问题他可能大概都没有思考过 然后他的思考逻辑到底是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 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节目 其实说实话 很多人看不懂我们做的节目 所以我们做的太深了 我原来没有考虑过说什么 深和浅的这个问题 那后来如果要说 当我们读圣经读的越多 或者是我们更在意某一个专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去看 然后我们的确是会花时间去思考 然后就明白说他里面的思考逻辑到底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他价值观的方向到底哪里出问题 但是一般的观众来讲 基本上大家不太会花这个时间去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往往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是到底在保守什么 因为左派的那些东西很简单 很片面 很片面 就是他基本不需要你大脑动什么东西 你不需要说什么 他们一说很多人就对说的好 其实很多右派的人也是这个样子 你看像低级黑小明 还有猪妹他们的节目 很多什么爱国者 还有很多基督徒去看他们节目 也是抱这个形态 就是听的爽的那一种 普丁真好 哲联斯基什么什么 还有那个拜登就是坏 坏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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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是要回来了 你看猪妹那个川普要回来 他骗了整整一整年 完后来编不下去了 现在改成玄学了还干嘛 对那他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在这个地方 其实很多人看那些节目 他并不是要接受任何东西 他只是想听的爽而已 就是他们也不想要学习 或者是学会某一种方法 其实都没有了 没有人是想要来学什么东西的 我最记得一个就是 银行把变性游行经费抽走了 那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会觉得很爽啊 但是我们要看到背后的东西 为什么他会被抽走 然后他们抽走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代表我们赢了吗 还是我们输了 还是说我们一开始 怎么会有银行来支持 这个样子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要经过深思熟虑 然后是要经过思考 才会有出来的答案 而不是说他们就是坏 他们就是他们现在活该 但是观众好像 特别是这些爱国者观众 好像比较喜欢听那个样子的东西 对 因为说实话就理解起来简单 而且比较片面 那这样的东西就比较容易接受 嗯 他就是不需要你本身过多的思考 娱乐性质高 对娱乐性质比较高 所以像我们的节目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传达的价值观 还有逻辑思考的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人的本身来讲 其实人的大脑是拒绝接受这样的东西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导致很多人听不懂 或者很多人根本就不认同 因为这跟本身他们自己的这个思维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拒绝接受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这人说的跟我不一样 那他就是错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左派跟保守派的对抗里面 保守派一直都是处于劣势的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主要很多时候原因是因为我们放错了重点 那左派跟右派的重点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讲的东西会传的比病毒还要快 你说这个变性人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LGBTQ这个东西 原本只占美国人口的2% 现在占到6%还有7% 为什么他们在短短的这10年内会以这样子 好几倍的速度这样子成长他们的人口 为什么这样子的逻辑还有这个样子 明明就不可能遗传的东西会散播的这么快 对 而且明年大家一听都知道说 这个东西就是错的 就你好像只是一只狗 你说这个是猫 那这个东西怎么会有人接受 对不对 那重点其实就是他们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选举 还有政治人物的身上 而他们是放在文化还有价值观上面 如果你要是去看 他们其实没有搞很多所谓的政治方面的东西 他们所有的重点都是 可不可以同性啊 可不可以变性啊 能不能堕胎啊 该不该有枪支啊 其实你看左派的人他去立法的方向 全部都是推翻基本文化价值观的方向 他们不是在搞政治 他们是在搞文化 对 而且他们不会逼一个法案说 同性恋法案 堕胎法案 然后什么什么 他们就会说这是女人权利法案 这是for the people act 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全部几个重点 自由 平等 然后还有平权 就是这几个东西 民主 那他们运作的模式 就是往一个这个样子的文化价值观去做 就是说 我觉得自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民主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平权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平等是这个样子 他们是在把一个整个文化价值观 扭曲成那个方向 所以说你看他们立法的东西 他们虽然里面东西很恶心 但是他们名字取的都很漂亮 然后他们法案写的也都很漂亮 他们每一个写的都是 然后说 这好像很对很正确的样子 但其实他们在搞的就是扭曲我们的文字 然后把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往那边推 对 然后借着这种方式达成政治上面的成功 其实他们的入手点是文化价值观的方面 而不是直接从政治的方面去入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洗脑洗成那个样子 你让他们去投票投左派他们心甘情愿 他们百分之百双手双脚支持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被这些人给改变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左派一个制胜的关键 但是往往这个关键是被我们忽略的 甚至被保守派群体里面是不屑的 很多人就说说我管你什么文化价值观 我就是要川普当总统 但是其实川普当总统很好很棒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 那根本就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东西 一个非常暂时的止痛药 只是能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绝大多数的右派不懂 右派当中甚至绝大多数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说左派的目标跟方向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去研究说 为什么他们这种烂东西可以获得这样的成功 为什么他们这种烂东西可以你像在这些蓝州是吧 只手遮天 就到底是为什么 明明大街上跑的人每个都像我一样正常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左派这些东西 而且更不知道说自己作为保守派的一部分 我自己到底在支持什么 是不是我每天喜欢刷一些爽爽的新闻 我就是保守派了 是不是我反对同性变性 就因为我觉得恶心 那我就是保守派了 是不是一个问题可以从一个非常片面或者某一个角度来做立足点去讨论 就是是不是可以这样 那更不清楚就是说我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 就我是不是找了一个同文层 就一圈人就说左派真恶心 然后左派真恶心 所以我就是保守派了 那我的目标还有我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到底是不是那种雷打都打不动的保守派 这个话题我之前的节目有讲过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limit是什么我们的底线是什么东西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在守护什么我们在保守什么我们身为保守派我们需要保守的东西需要维持的东西我们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绝大多数的保守派它的攻击方向其实是跟左派很像的因为左派的话就说我就是觉得你们种族歧视我就是觉得你们的种族 我就是觉得你们性别歧视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个男权主义父权主义各方面的所以说我要反那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这一套方式男生不是男生女生不是女生然后什么什么变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来去取代你们这一点但是保守派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保守派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说我争取的东西是什么只是说我希望维持这个样子然后你们要做什么随便你 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维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美国的宪法是什么他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他不知道美国建国的原点是什么他不知道他们在保守什么的时候呢就是单纯的以为自己很爱国所以说他们讨厌左派然后希望清除掉左派而已这东西其实跟希特勒那个时候要求德国人一起来讨伐犹太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这一点就导致右派一直在失败的一个原因因为根本就是失去了方向 你如果要是抓一个自己认为自己是保守派的人你把他抓出来你问一问你就会发现一问三不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一问三不知如果你去看左派的游行你不管是堕态游行或者什么时候游行你把一个人抓出来每个人跟你说的头头是道你别管他说的是真理还是歪理人家每个人都说头头是道虽然如果你有点的话你可以challenge他们然后他们会没东西讲然后他们会知道说我讲这套好像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你如果说你给他机会就是让他自己在那边讲话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一大串的这个地方就是全都可以讲但是如果说你想想如果我们要是有一个反多态的游行或者什么的你从里面咱就别说反多态的游行了你现在身边认识的保守派你随便抓一个人出来你问他两句我告诉你一问三不知你问两句你就给他问蒙了历史历史不懂宪法宪法不知道然后关键不知道呢完了还不学就是每天就在那看爽爽线的哎你知不知道谁谁谁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谁谁怎么样了 其实我们要提高在保守派里面的这个门槛也不是门槛吧就是大家要自我教育的这样的意识吧你这样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如果你按照左派的标准去要求的话那当然他们的那些逻辑的东西都是非常片面而且非常简单基本上一学就会这就为什么你随便抓一个人他都能噼里啪啦给你讲一堆但是保守派这边东西是有根有基的他学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很多问题在里面你是要分成很细分的类别你要去研究你才会明白的 我打一个比方啊例如像说之前那个school choice这个法案就是折校权嘛对对对对就是什么你可以在家里自己自己学然后呢政府会把原本要给公立学校钱给你然后呢创造一个基金会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推的是全力推觉得说这太好了这太棒了因为现在的话加州是没有任何这样的法案的我们只要一出来的话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小孩的教育权而且政府还会把原本就应该给我们小孩的钱来给我们 让我们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但是这个法案被绝大多数homeschool的人反对绝大多数的homeschool的人反对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说现在上面没有任何的法律然后州政府只要在里面有一个法律的话而且他是给你钱的话那政府的手就可以伸进来了也就是说你不拿钱还没事但是你如果一碰到这块州政府我可以在这里面立法你们既然拿钱我就可以立一大堆的法来限制你们对你看你们这些本来是 别人的税金你要拿这些税金你要使用这些税金你是不是就要听我的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教科书上面全部都要有那个LGBTQ的东西就连私立学校然后就连在家学校你全部都要去遵守我们这样的法律这样的东西会慢慢出来所以说被在家教育的人反对也被私立学校反对那这个样子东西你推行出去其实要成功本来就是很困难的然后还在被自己反对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能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想要守护 就是我们想要独立我们不想要跟政府有任何关系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要牵一只手把政府的手放进来那这个样子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任何人同意那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选举结束的时候然后在聊天室里面就有一个人在那边跟我吵架因为我就说依照宪法川普就算回来只能再待一任然后那个人就说不可能那根据宪法然后这一条这样放上去然后川普还可以再做两任然后还可以再做三任什么什么之类的 川普还可以有权利来修宪因为呢要把这个deep state全部抓出去对然后我当时想说are you sure你想给川普这样的权利吗are you sure就是你想说让川普自己修宪然后说我就是在做20年总统are you sure你想给任何一个人这样的权利吗但是这个是他支持的而且他觉得这很棒然后那时候甚至有人说说我支持川普修宪就是让川普做总统就做到死啊ok那川普百年之后 下一任的总统他也是要执行这样的宪法是不是就是做皇帝做到死的这种确定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吗就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说我们的宪法的目的就是要来管理政府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说宪法就是要来杀左派的或者是杀自己政敌的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他们觉得政府越大越好然后越有权利越好川普越有权利越好川普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做那个东西没有做 就是他权利不够大所以我们只要再把权利给他他就可以做到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就想法就是跟左派是一模一样的不是这就是左派的想法对就跟那个从北朝鲜逃出来那个女的他最近上节目嘛他就说那时候金日成是怎么跟他说的他说全北韩的人我会确保你们每一顿都有白饭白米饭跟肉跟汤可以吃哦 对啊所以说你们只要把所有的田地全部给我这个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给你们这些东西出来了就是很多人还是没有东西吃啊对不对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杀人一定是你偷懒所以说我们才会缺这个东西一定是这个村的人太多了所以才会那个你们这些多出来的人呢同工小孩去做苦力去挖什么什么东西那他们运作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政府只要一扩大了之后他们就会滥用这个权利但是 很多共和党的人很多保守派的人自以为自己是保守派他们却想要去利用权利来去做这个样的事情当权利留不到给政府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是会发生你别管给啥政府哈你别管给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你哪怕给个绿党他一样的事情永远都会发生哈啊所以就是这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所谓的这个保守派里面掺杂着非常非常多左派的观点包括之前也有人说说啊我们就是要进权力的 挺共和党但是我们刚才讲说那共和党你就能保证百分之百好吗啊对吧也不一定嘛是不是那共和党变掉的这个变数也很大他一旦万一掌权了你就要时刻看着他你看他是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他很容易他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但是那个人他就是并不是这么认为哈他就说共和党就是好啊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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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就是共和党就是好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清楚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清楚我们的目的左派的目标 目的非常清楚但是保守派却非常的不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想赢左派还继续这么搞那就完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头痛一头啊脚痛一脚你就看左派往哪开枪咱就去哪灭火啊如果我们这个左派现在已经全力的进攻文化价值观他不是全已经全进攻他一直这都是他们的做事方式就是去改变文化价值观通过这个东西 而且达到了种种种的目的那这个是他们一开始的starting point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如果我们不去灭火不往根上面那你啥时候能把这个火给浇灭呢所以我们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打赢左派哪怕我们可能选举翻转了暂时的那都是暂时的啊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说文化价值观他们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得让他们从这结束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当然了也是在保守派的群体里面最不受欢迎或者是最不popular的一个观点就是去改变文化价值观很多人听什么文化价值观不想听了什么东西啊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改变不了什么我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其实文化价值观这个东西才是每个人真正都能去做的东西 文化价值观不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而且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做因为你如果要创造一个好的下一代如果你要创造一个好的文化的话那你的文化还有你的价值观就是最重要的你的文化价值观不好的话谁掌权都一样那个人掉下来了之后那个人结束了之后那个人政权结束了之后你的社会还是一样烂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创造一个频道会这么focus虽然在讲新闻但是我们每一集 每一个新闻的讨讨论东西都是在讨论说这个文化价值观是什么东西这个背后是什么东西我们讨论的不是说什么背后后面的什么深层政府然后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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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好人然后你们都不用担心川普手握大军Q就已经在那个手上了然后叙事待发只要一直这样怎样怎样时间对了然后就左派就这样全部倒下来Life doesn't work that wayOK就跟我那天那个节目上面 讲的一样你要进入应许之地你是要付出奴隶的你是要在那边走40年的你是要跨红海你是要什么你还要经过战争你还要怎样你要培养出一代好的文化价值观了之后把旧的那些以色列人全部死光了之后你才可以进去到应许之地不然你进去应许之地之后你就跟那些迦南人一样了你就变得跟左派那些人一样了所以说我们要改变的是文化价值观 那些什么议题啊那些政策啊然后什么候选人啊那些我们可以参与那些我们有必要要参与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每次看新闻的时候是要看到这个新闻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我们看候选人的时候我们是要看他文化还有他的价值观放在哪里而不是说我只要支持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共和党因为你基督徒因为你保守派然后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美国宪法知道世界的话你知不知道世界背后的含义不可杀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可杀人不可犯监影为什么不可犯监影只能敬拜一个神为什么只能敬拜一个神后面的原因你知不知道你知道这些就是知道说美国的根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川普在那边讲说save america嘛what are we saving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国哪里伟大了我们要拯救美国什么东西我们如果连这些东西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就是在拯救一个名字而已那我们就拯救川普的政权而已那川普的政权对我来说对神来说对所有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一点值得去拯救的我们要拯救的是我们美国代表什么然后我们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 有这么大的权利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使用我们的权利然后我们是如何来使用我们的力量我们在用我们的力量来做什么事情如何打击左派不是说我们攻击他们观点然后攻击他们这些人然后呢在网路上骂骂骂骂骂骂然后骂一骂Felicia骂一骂Ethan或是什么之类的我们攻击他们的方式就是传达正确的文化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攻击他们的方式就是福音 还有我们的圣经这个说来说去就是攻击的方式就像川普说的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again就是代表之前有国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那就证明美国伟大国但是你要知道美国为啥伟大就它第一次伟大它到底是因为啥伟大的你如果搞不明白第一次伟大是因为啥伟大那你咋让它第二次伟大对吧就是话操理不操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知道美国为什么伟大 美国伟大的原因就是圣经价值观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你如果想打派左派那就是圣经价值观我知道我们很多那个朋友都特别爱国但是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要是不去看圣经如果你不去了解圣经的价值观如果你不走进到真正持守圣经真理的教会里面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了解美国为什么伟大而且你也永远都没有办法真正参与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行动里面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支持什么 我问两句你就蒙了你就根本回答不上来那些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单凭人的智慧你没有办法知道这样的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觉得我智商比你高没有我的智商我测过一点也不高我做个测智商那个题我智商一点也不高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努力的想要往那个方向去了解就是到底为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才能让美国 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个就是最核心也最关键而且是唯一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弄懂了所有人都变成真正保守派真的你哪怕就是不弄懂你在学习的路上i guarantee你是真正保守派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手册在那告诉你说什么叫持守圣经真理的真正保守派你有了这个手册 左派看见你都瑟瑟发抖我们只有这个这样的做只有传达正确价值观还有文化我们才可以打赢左派不然我们不可能打赢左派因为左派打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说你只是觉得他们很笨很蠢很恶心男人跟男人那样没有用的你说他们说实话在操纵这些人他们不觉得恶心我告诉你他们自己也觉得恶心但是为啥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做能赢因为他们要打倒的就是脊足价值观 所以就是你把这个看得很简单了之后其实就是基督价值观打倒基督价值观那怎么让他变得再次为大恢复基督价值观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转发我们的影片真的转发我们的影片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们不可以再被这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我们不可以再被讲得很好听的东西然后讲得让你很爽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我们要转发我们的影片 要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改变了之后让我们自己变强了之后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人请你转发我们的影片加入我们的Coffee来支持我们继续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东西我们要的不只是赢得选举而已我们眼前这些选举我们眼前这些候选人我们参与在这个地方我们很积极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表面上做的我们要做的事情AI NEWS要做的事情爱报导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爱 然后把我们的价值观传出去把神的价值观把圣经有多重要把福音的美好传给每一个人知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感受到神对我们有多好还有我们要如何才可以变得真正的正义所以说请大家来支持我们分享出我们的影片然后每次看我们新闻的时候看到最后不要前面就断掉了 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 但是每一个新闻请看到背后的价值观还有重点在哪里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爽而已不要只是看到说自己就是我都知道对不对啊这个主持人同意我想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人主持人就是好啊那我就今天给你点个赞对所以说请各位真的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重点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在攻击的是我们的 价值观当我们价值观不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被攻击而且我们一定会输因为我们防错地方了我们防就是你好恶心你好脏你好这但是他们攻击的就是我们内心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才可以打赢对而且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病在外面显现出来它其实是有个有一个内阴啊就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像LGBTQ的人他很多人想去变性但是这里出了问题啊他不是说身体出了问题你把那个切掉 还有有什么用呢同样的道理哈不用担心说哎呀我都进去搞那个文化价值观了这个选举啊还能行吗我们说文化价值观对了选举就对了那啊这个就是一个前因后果的问题这里没有说说你千万不要参与选举啊你像我们都很积极投身选举的我们跑出去哎呀你都不是发船单所以在这里也是鼓励大家哈离中期选举还有30多天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 各个候选人全部都需要很多的volunteer啊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义工看看你住在哪里看看你住在哪一个区找一个你们这个附近啊非常棒的持守圣经真理的这样的候选人去支持他去当义工吧其实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的我们走了好几个城市了很减肥的我们去那个发那个传单然后有碰到人的话就会跟他们讲一讲跟他们聊一下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你真正投身参与在这个里面的话你会获得很多的满足感 你会获得很多的快乐你在做这个的同时你其实的重点就是在宣传文化价值观我们为什么支持候选人他们文化价值观对呀你找个莫名其妄人我们不会去支持他对不对那我们也相信说这些人去到了联邦的国会里面然后去到了加州的这个首府里面他们都会把这样一个正确的文化价值观给带去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所以我们不光是说要看候选人都变成这样的人我们也都是要 在圣经真理基础之上我们都是要做这样一个人所以就是要鼓励大家因为义工都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形式你不光是出去跑的你如果要出去跑说怕晒黑你也不想通过晒太阳获得一些维生素地域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在家里面打电话如果大家要是比如说你住在洛杉矶这一区或者城县你跟我们大概都住的比较近你如果说不知道有哪一个候选人你可以支持或者是你住在外州你就想支持加州候选人也可以 请联络我们跟我们邮箱发邮件我们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去支持谁你可以去帮助谁这个是我们在接下来的30多天我们都可以努力去做的事情还有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进食祷告不要光进食祷告光进食那叫减肥进食加上祷告就是不用担心了然后我们该努力就努力我们就交托像文化价值观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一生到死之前一生都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文化价值观不仅是在我们社区里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 每一个都把它给training好这样的话这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用害怕了哪怕很有可能像我们这一个generation我们这个世代就是完全失败没关系你把文化价值观好了下一代就翻过来了如果他们再把文化价值观给弄好了以后一代一代都是永远都是得胜的就希望他们不要遭遇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种困境因为敌人打起来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加油我们可以的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请给我们买一杯咖啡然后欢迎点赞转发我们的频道好我是弗丽莎我是依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同走入虚拨语视频进行行进行冒险相信接下来的系列课程既会适合入门者也会开启前瞻性的发展路径既将探究相关神学也将令您感到新鲜有趣既要一窥元宇宙轮廓也要分享基本具体技术我们在此诚恳地邀请您的参与到时候见喽 课程日期及报名资讯 请见以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